明星柔和周杰两人 因19年前共同出演电视剧《还猪哥哥》而一起走红 不过有一件一直被网友争议的紫薇被蛇吻事件 周杰原本对此事一直默不作声 直到去年周杰才澄清当年拍戏时没有蛇吻林星柔 事后周杰便经常在网上发文晒照 好像自己过着于是隔绝的生活 7月2日 竟然有网友爆料称周杰在一家夜店聊妹 称偶遇是发现过去明星周杰在聊妹 接着补充道是他本人 我正面看得很清楚 他还看了我很久 以为我会认出他和他打招呼 然而谁要理他 夜店里色惨斑斓 周杰戴着棒球帽穿一件黑色短袖 旁边坐着一个短发女子 看背影不太年轻了 桌上摆着酒杯 周杰正在说着什么 手里也没闲着 生活真是惬意啊 这位网友说周杰在聊妹 因为她在现场 不过她不认识周杰 说不定是朋友之间聊聊天 夜店是一些无聊和寂寞的人去的地方 周杰也算一个保学之势 没想到也有耐不住寂寞的时候 这也转变的太多了吧